好 但有关心 每当强降雨带来的水量 往往会造成花莲市区的排水沟宣泄不及 造成淹水的情况发生 另外大城新村都市计划溶积量问题 以及危险老旧的房屋等等多项议题 县议员吴东升也提出多项的建议 现在雨市不断也有强降雨的情况发生 县议吴东升表示 只要有下大雨花莲市排水沟 就会排水不良 会有淹水情况发生 另外针对大城一村都市计划的问题 以及危险防务的议题 也将建设府提出建言 这次定期大会还是针对许多花莲市的老旧问题 要来做一个总探讨总整理 像昨天上午可能是第一场 梅雨季节第一场的豪大雨是急下的 但是这个豪大雨的问题 立刻就造成了我们福建街广东街 还有我们的富翔路跟在律师药局前面 马上我们的污水管就爆开了 在大马路上一大堆的粪水就冒出来了 这些都是成年的问题 到底我们的下水道处 建设客 有没有办法去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要让民众下大雨的时候就担心受怕 尤其是富翔路这边的店家 万一这些粪水流到店家里面 流到住户里面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再来就是大城新村 大城新村的都市计划 细部计划已经通过 虽然透过了提高容积 要来奖励 让民众去开发 让民众的住宅变得更舒适 变得更安全 但是其实相关的配套措施 包括要500公尺 500平方公尺才能够开发 这一些对于当地的民众 私有土地是凑不起500平方公尺的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打算 跟国产署 国产局 花园分局来做出协调 商量 取得一个500平方公尺的建筑基地 让当地的第一栋民宅 舒适安全好停车的民宅 来建立起来 继而开发整个全体 那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 在我们市区的部分 许多的围绕建筑 因为围绕的容积又因不够 那减缓了我们开发的速度 那这些老旧社区 因为没有开发许多的消防问题 还有停车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在这一次的总咨询中 东盛会陆区做出咨询 来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 先武东山表实对花园市排泄不良的问题 大臣一村都市计划的规划 以及围绕建筑物的议题 他则是会持续监督 花园市场年的问题 也希望先武能够重视加以改善 记得继续和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ok saliva